我跟大家讲一讲 我对俄国现在的理解 还有对美国现在的理解 还有对日本历史上到现在的理解 我觉得你要能听懂的话 那中国的未来你也就懂了 中国古人是聪明的 我什么都不跟你争 结果什么都归我了 中国人厉不厉害 聪不聪明 我不争 不抢 我就在这坐着 就发展我自己的 那时候看中国落后 脏乱差 怎么中国又成五大联合国 怎么中国又有原子弹 怎么中国什么都没落下 现在又要上火星了呢 中国古人厉不厉害 你说这个历史 你说这种智慧是不是厉害 是不是道家思想 我什么都不争 什么都不抢 结果什么我都得到了 而那些又争又抢的 拼尽全力 你像在日本 明智维新 那一个个的是不是 饭都不吃了 把这个吃饭钱省下来造军舰 跟这个国家打 跟那个国家打 最后呢 你看看日本现在 像狗一样拴着 上月球上火星 得什么美国人指定地点 指定时间 指定你的任务 连原子弹到现在都没有 你说它发展什么呢 日本 别吹日本了 现在都想想 这种比较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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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